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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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解釋是不是來酌變能源很近 但是無論是今次還是上次 把這個消息傳出來的那些科學家都一再一再強調 這次美國在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 這個激光點燃核酌變的實驗 其實跟整核聚變發電都挺無關的 跳路也都差很遠的 先講一下這個消息的內容 其實就說這一班的在加州 Lau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的這一班實驗家 就用了192支高功率的激光 就射向這一堆重水和位數上 就引發這個 將它加熱到很高溫 就引發這個核聚變反應 他們發覺就能夠做到一個功率 我嘗試避開一些很麻煩的單位 但是它就說兩個Megajoule Megajoule就是200萬招耳的能量 就由激光形式去灌注下去 最後由核聚變反應比出來就是300多萬個招耳的能量 即是說出是大過入 這樣的意思 出來就好像聽起來很厲害 很厲害了 他們在去年的12月其實做過一樣的測試 當然就是由同一個實驗室的另外一個單位 那個有一個叫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叫NIF的那個單位 他們都有做到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設置 出來的倍數沒有那麼高 但是去年12月的時候都很轟動的 就是首先是做到輸出大過輸入 那這次只不過是再做一次 但是再做得厲害一點的意思 所以又報導了出來 又叫做令到大家震撼一下 但是這裡要留意了 我自己個人來說看到這宗新聞就不是太驚喜的 除了因為去年說過之外 而是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都甚至乎預示了 下一次再做的時候 就都不是改進什麼大事的 就只不過在他上一次那個 研點的基礎上面 純粹再將那些參數調教得好一些 來看一下在下次 就是說剛剛兩個禮拜前發生 再重複這個實驗的時候 看看能不能夠將那個增益率 就再提高一些 那現在就跟他們的預報一樣 那個增益率是提高了的 就是都是輸出大過輸入 但是那個數字再提高 就是那個百分比再提高了一點點 那對於他們這個實驗組研究來講 是值得恭喜一個成功來的 但是就其實就跟最後 是不是代表著我們能夠接近了這個罪變能源呢? 我就要一再強調了 其實就沒有關係的 但是這裡他寫的時候都挺標題黨的 他說這個可能是一個低碳和持續的能源 去應付那個氣候變化的一種的能量來的 那是不是真的呢? 這樣說吧 我會說近了的 但是實際的距離還會是很遠的 會不會有其他的核聚變研究裝置 比這個更加接近低碳能源的目標呢? 有都不奇怪的 那譬如你只是說 韓國啦 中國他們弄那堆核聚變窩爐 那通常就弄成一個冬甩形狀的 那些核聚變窩爐 還有美國民間的一些小型的公司 或者就算普林斯頓大學他們弄的核聚變窩爐 他們一分鐘是能夠比起這次這個 更加接近那個用核聚變來發電的目標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說一個數字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 這次看下盤數 200萬入300萬出好像賺了100萬 但是你開頭怎樣去製成這個200萬焦耳的激光呢? 原來你是需要給能量下去 令到它的能量用激光形式發放出來的 激光這件事情你要產生它 中間是有損耗的 譬如你一支很普通的那些雷射 pointer 拿在手裡開得來它都會發熱的 你的電池給下去不是所有的電能都轉化成為激光 這樣放出來的 所以你絕對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200萬焦耳的激光能量 原本你給了多少能量下去 產生這200萬焦耳的激光能量呢? 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很粗略的保守股算 通常這些這樣的能源去轉換的效率呢? 你十幾百分之三十幾百分之這樣的數字 你不會去到八九十百分之一的 就是說你背後隨時是用了 應該說600萬至2000萬的焦耳的能量 才能夠換到你有200萬焦耳的激光能量 那最後你如果只是看輸出和輸入呢 就不要只是把200萬和300萬去比較 真真正正的你想發電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問一下 我一開始是 究竟給了600萬下去 還是給了2千萬來拿回這300萬回來呢? 所以大家聽到這些數字就知道 其實都不是發電的 是穩定的 就這樣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和另一邊節目拍檔 Larry 他都有談過這些問題 我們就講多一點那個 我們有提到一點 其實就是這個實驗室本身 更加多是由一個 想一個武器的角度 都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你說用能量角度來講 他們本身的關注是比較少的 所以為什麼在這裡 他們說這個實驗室 在做這件事 跟實際的能源應用的距離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也都會說 他們這個實驗室做的事情 其實最後也都會有貢獻在這個聚變能源那裡的 是怎樣體現出來的呢? 因為他們非常用心用力去研究那個燃點的問題 你想想最理想的情況 就是當我點著了這個核聚變反應之後 我不再需要給額外能量下去 就由那個核聚變自己產生出來的能量 繼續去點著其他的核聚變反應 於是我就可以自己養著自己 一路源源不絕去有能量出來 這樣其實我們日常生活 你去點著爐頭發生的事是一樣的 我點著爐頭的時候 我只需要給一些燃料下去而已 那個火本身其實裡面很多的化學反應 它自己的熱能是幫我們繼續將那些燃料 那些煤氣、石油氣或者氣油裡面的化學分子拆散 來繼續進行燃燃反應的嘛 就是說這個呢 是可以自己養著自己 自己可持續去養著自己的一個等離子體來的 就是無論是火 火是一個等離子體來的 還有今次這個核聚變的那堆等離子體 其實都是我希望做到它一個可以自主繼續延續下去的一個反應 那好吧 如果我能夠做到一開始點著它之後 它自己繼續能夠燃燃下去呢 這個正正就是說 無論是做武器還是做能源 我都很想它發生的事 在這個Laurence Livermore的這個實驗室 其實他們就集中研究這樣的東西了 在去年年尾的時候 他們公佈了一個 大家不太留意 但是我會覺得更加重要的結果 是他們是第一個實驗室 實驗到自己能夠去支持著 自己等離子體狀態的這個實驗來的 所以如果他們在這方面的技術那裡更加進步來去改進呢 這種的技術是可以幫助到現有的核聚變窩爐 使得它的效能去再提高的 所以我就會說 它做的事情呢 既有它本身 它一次過一個實驗可以滿足到很多不同的目的 我會說這個實驗室本身是否和我們看Oppenheimer的那個人有關的 就是這個Laurence 是的 如果用了Laurence 明明就是了 但是你說如果更加有關是另外一個 Ever Taylor 因為你看這個實驗室它的歷史就是70年了 就是1950年代開始的 而1950年代正正就是美國爆第一個氫彈的時代 這個實驗室的建立就和這個氫彈都是結下不解之緣 所以我會覺得它現在70年後 成立了70年後的今天去嘗試用這個激光來點著這個核聚變反應呢 是呼應它這個實驗室當初建立的第一個任務 簡單來說它想做另外一個太陽 另外一種點著太陽的方法 就是用激光來點著 就是它可以很簡潔地說 它這個實驗室最後研究最用力去研究 就是它貢獻到這個核聚變反應的部分 就是它幫你點著那一刻 點火那一刻 但是它將它能夠維持著 成為一個可以不停持續的 這個不停為你去發電的 又不需要你繼續貫注很多新的能量下去 來發電的這種方法 就要留回去給其它的實驗繼續去做 但是一個奇怪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在人類 就是現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要用一個能量才能點著它 那自然界最初沒有能量 為什麼會點著太陽出來呢 這樣說吧 這個能量本身就是藏在原子核裡面 這裡又要講一點天文東西 太陽它當初怎麼點著這個核反應呢? 我們現在千辛萬苦才能夠點著了一個核聚變反應 那就是因為太陽自己本身那堆物質 它有足夠多的物質 它有足夠厲害的萬有引力 將那堆氫氣壓在一起 而你將一堆氣體由很稀疏去壓縮它的時候 其實是將它整熱了的 萬有引力不停地將那堆氫氣一路壓縮加熱 壓縮加熱 然後你源源不絕 就是一路有很多氣體一路加入 越壓越厲害 變成在最中心壓力最高的位置 也都會成為溫度最高的位置 它就會優先地有能力去有足夠的溫度點著那個核聚變的反應 那核聚變反應其實就是將這些原本由核子裡面 擁有的能量去釋放了出來 現在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到 由這個核子裡面釋放出來的能量 去幫我繼續去點著其他的 那些氫元素的核聚變反應 這個是不是就是連鎖反應? 都可以這麼說的 都是一種連鎖反應 但是連鎖反應跟我們認識的 在那個現在的核電廠的那種連鎖反應 在那個過程中間是有些細節上的分別 但是如果在自然界有一個這樣的現象出現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重複自然界的現象去達至那個核聚變呢? 自然界是怎樣達成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剛才說了 你要有這麼大的太陽 這麼大的物質 這麼大的重力牆才能做到 你如果把太陽呢 只是拿了十分之一出來呢 它就基本上很難形成到核聚變反應了 所以這個宇宙裡面是很多 原來我們發覺很多一些死星 就是它凝聚的物質不夠 使它一直壓縮自己加熱的時候 都達不到那個需要點著核聚變反應的標準 所以現在我們在地球上做的這些實驗呢 是強行運用我們自己的能量去把東西壓在一起 以及把它弄得很熱 這次的這個實驗室它不就是用激光 你不就是要把那些能量弄到的密度很高 灌注192支高功率的激光匯聚在那一點那裡 使它點著 就需要這麼用力了 對於太陽來說不用用力的 它自己就會出的了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有的質量這麼少 也都用不到萬有引力幫我們手的時候 就我們自己加料下去去點著它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性 將來我們用到這個萬有引力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這個就變成很科幻了 我們有沒有能力自己 不用任何物質純粹由我們自己的科技 來使得萬有引力多了少了呢? 甚至乎可能大家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拿來去玩這個核反應 能不能夠做到地面上的無重狀態呢? 這個其實就暫時理論上實驗上 就見不到有什麼可能性在這裏 OK 但是在自然界是發生過的 那這個是不是有少許次練金術呢? 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整個金出來做到的 不過整個金的價錢是貴過金本身的? 絕對是 絕對是 當初我們是 做第一個原子彈的時候 為了要累積足夠多的那些有元素和不元素 是真的逐顆去砌出來的 真的逐顆是你用其他的元素上面 多貼一些中子 然後讓它提煉出來的 你當然可以在一個礦裡自己去分離出來 但是也有的就是你自己用核反應來做出來 但是最後的成本不是很高的 其實在小時候現在弄到黃金出來的嗎? 是弄到的 但是都是那一句 就是你弄到 現在這樣說 我們現在有科技可以使用一個 比鑽石的價錢弄到鑽石 但是我們還沒有能力 可以用一個比鑽石的價錢弄到黃金出來的 好了 這次我們結束 下一次再回來 是否有個好節目 堅持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在YouTube上便有個好節目 在YouTube上的概念 honest 或者是非常好節目 我用很多ian ério 程度要做的 在你身旁錦祥工作室 在YouTube上 懲責人 來是個好節目 在你身旁錦祥工作室 但是你真的可以說